常识八 论上火的恢复与治疗 虚火 食火 浴火 大家好 这篇文章我们讲中医学根本的内容之一 如何治疗各种火 并且结合常识应用来说 使大家看了都能有所收获 如果大家暂时看不懂 不要急 多读几遍 多体会 多立行 很多根本的问题自动能懂的 一 先讲上火的恢复方法 一 一般的上火自动彻底恢复的 绝对不可治疗 也不可吃任何药的 切记了 小型的上火普遍是虚火为主 人体自动能潜伏的 即使有食火的成分 气机一通 也自动化掉的 若乱用含粮药 苦含之辙 则导致火被冰浮在里面 含成外含内热的格局 必然加重情况 导致被冰浮的火血不时爆发 导致上火缠绵难恢复 所以万不可乱吃药的 另外 恢复注意点如下 一 正常饮食 不要吃冰冻的 不要吃生冷的 喝平常饮用水 新鲜蔬菜搭配新鲜猪肉 正常吃饭 也不可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不要吃烧烤后味的食物 牛肉 狗肉 羊肉 海鲜等暂时也不要吃 先等待人体自动不断来恢复 二 早睡觉 不可看黄的 更不可手淫 已婚人士则必须避免防止 等待人体来自动恢复 三 适当运动 调畅气机 充实正常的生活学习 二 顽固性上火则要辅助中医要治疗 对这类上火 往往是虚火 食火 欲火错综复杂 没有真本事 那是治疗不好的 所以如果去治疗 那一定寻求患者口碑好的中医去治疗 如何寻找合适的医生 则请看常识四 何时需看病 如何鉴别中医 如何配合治疗 下面则具体讲解虚火 食火 欲火的问题 二 虚火 食火 欲火 一 虚火 这是皮肝肾肾中的龙雷火出来的缘故 肾中之火号称龙火 命能真火潜伏在肾水中 这是人体先天前阳落于昆宫而成砍挂处 为生生不息之源泉 这火又较像火 必须安于位 潜伏于水中方备大用 若离开水中 则由荡于身中 而成灾害 到那里则那里出问题 肝中所藏之火号称雷火 这火是从肾中分出来的 往往移动则两者合动 造成龙雷之火不归位的根据 皮为土 它的作用是以土浮火 如果人的皮为功能好 那这些火是上不来的 因为土把火浮住而前阵在肾水中 则水成暖水 好比冬天温暖的井水那样 一旦我们作息乱了 乱吃冷饮 甚至暴饮暴食 伤害脾胃 导致皮土机能大大减少 肾中真阳也被砍伐 土浮不足火 则水中之火就从水里跑出来 火性炎上 上到炎面部则发为各种上火的症状 并且由于虚火堵在那里不通 长期的旧油虚转石 成了虚石夹杂的火 治疗这种火必须分清虚石的比例 虚火则必须潜伏归纳 化石的火必须宣通清透 这样才能治本 具体虚火的原因在长石 6. 扁桃体发炎的处理里已讲过了 妇怒到这里 1. 如果是水太少而火跑到外面 那就需要撞水之主 以治阳光 需要补水为主 引火刺之 处方不公布 免得害人 2. 具体症状是舌红而无舌胎 脉细或脉虚大 甚至口渴严重 整体症状是阴虚而不能治阳 导致虚火上浮的情况 这要临床根据具体问题辨证的 3. 如果是水寒而火跑出来 则要不慎中蒸活活以引火 并稳固中土 浮主虚火才可以治本 具体症状是扁桃体疼 丹脉虫取无力 并弱甚至失根 脉是根本 蛇质往往淡而不红 蛇胎润滑而不干 人的下身可能反怕冷等 总之虚效明显 而毫无实相地充斥 4. 如果是虚实夹杂的症状 那需要在以1 2 2 2 两点为根本的方子的治疗前提下 拨通上浇的气机 可化财五根汤的成分用进来 也可用家用菊花 豆豉 桑叶 莲翘 防风 生枝子等透热转气 如是太阳少阳两经不通畅 则可选用桂枝 柴虎 黄奇等要来配合 但注意标本共治的轻重缓急和分量的搭配 这要因人而异常的 医生的人生修为和医学境界都在具体方子的斟酌损意上体现出来 一旦到了虚正 那前提是呵护正气 固守砍弓正位 在这前提下 拨通五行气机 特别是拨通上浇欲绕的气机 让整体围绕中弓旋转 这才是根本 只要根本立足了 气机通畅了 那并就可入坦途的 2 2 1 石火 石火是局部气机不通畅机具而来的 石火和浴火的区别就是石火气机还是流通的 只是没彻底通畅 浴火则是一点不通 下面是石火的具体表现 1. 脉有力 甚至红大 或者数而是大 2. 蛇胎黄 蛇质红 嘴巴或者干 口渴喜欢冷饮 3. 局部红肿热疼等问题很突出 4. 小便黄热 大便干燥或热泻 5. 怕热 人有力气而烦躁 具备这五点基本可确定是石火 当然存在前面三点 那也可以基本定为石火 石火的处理方法是 1. 在宣畅气机的前提下 用良药来清除活鞋 但注意必须畅通气机 否则出问题 2. 含良药不可用过头 否则伤害到人体正气 脚网过正 脾胃都被伤害的 切记了 3. 浴火 火欲发之 斩步气机 宣轻透达 3. 能否治疗浴火 能否把治愈的思想用到治疗的每个角落 3. 体现了一个人是否针入中医学的大门 4. 浴火就是气机不通畅 导致人体内部火气被闷住而出不来 4. 结果航成冰火两重天的格局 5. 外面则怕冷 怕风 人没力气 5. 而里面则一派热相 脉沉而食 甚至躁动不安 舌则红甚至干而起红点 6. 对这个问题 必须透达气机 7. 轻轻透达 在适当家用良药清除火鞋 才能治根 7. 切记 透达气机是第一重要的 临床升降散 7. 芝子豆豉汤 7. 莲翘 7. 薄荷 7. 桑叶等主的透达气机的方式则是治疗的大关键 8. 若是外有含血与住 则必须用马黄 8. 经界 8. 防风 8. 苏叶等类似要来开表壁 9. 若已入血分 则要加青蒿 9. 单皮 9. 赤勺 10. 片姜黄 10. 单身 10. 紫桃等要来透达血分之热 10. 若失血与烛火鞋 10. 那就要加用佩蓝 11. 或香 11. 杏仁 11. 琵琶 11. 芙琶 11. 芙琳 11. 车前草等化施通阳 11. 若有石质 11. 则必须消导化石 11. 基本注意点如下 11. 玉的根本原因是啥 11. 是气机不通 11. 施阻热服 11. 实质 11. 外在寒邪 11. 必注意里面之热 11. 气不通 11. 而热玉在里等 11. 都可导致浴火的发生 11. 所以 11. 火浴发之 11. 斩步气机 11. 轩轻透达为治愈的要点 12. 透 11. 轻 11. 滋 11. 这三个字是治愈火的根本 11. 治疗浴火 11. 首先要宣透气机 11. 同时适当用良药 11. 清除火鞋 11. 如果火鞋伤音严重 11. 比如舌红干裂 11. 嘴巴干咳等 11. 则要适当选用滋润透达的药 11. 润畅音分 11. 比如毛根 11. 卢根 11. 单身 11. 赤勺 11. 石虎 11. 女真子 11. 杀身等 11. 气机之欲 11. 往往导致血分也热 11. 外面出不来就像里面供 11. 导致气血两繁 11. 或热欲血分 11. 此时透热转气 11. 由血分往气分 11. 往外提透就成了治疗的根本 11. 切记不可认作 11. 否则越智越出问题 11. 害惨人 11. 害死人的 11. 这是气机不通畅 11. 热欲在里面 11. 若再用副子等热药 11. 导致火上加油 11. 大出问题的 11. 切记不可乱用苦寒良药 11. 害惨人的 11. 那就把热更欲在里面 11. 越用越欲 11. 冰浮在里面 11. 久久难解 11. 危害大的很 11. 乱用抗生素 11. 就很容易导致 浴火发生 11. 延伸 11. 论愈 11. 人体气机 11. 如果通畅透达 11. 那人是不会生病的 11. 即使有亏损性的病 11. 那适当用食疗 11. 或辅助药物填补亏损 11. 并注意宣达气机 11. 那就可以逐渐恢复的 11. 必然使人体气机 11. 不通畅 11. 遇着了 11. 才会出现各问题 11. 所以舒畅吊达气机 11. 是治病的药诀 11. 当然如果是虚 11. 而拔根的病 11. 则参看虚火的治疗 12. 又人心 11. 有七情六欲 11. 心乱想妄动 11. 或者所求不随 11. 或者非理应求 11. 色欲砍伐 11. 全是名利纷争 11. 导致气机 11. 以邪赶邪 11. 内邪招至外邪 11. 内外和邪 11. 寓于人体中 11. 则疾病 11. 一生也 11. 所以正人心 11. 风俗为第一重要 11. 这不仅是 11. 却病延年的根本 11. 也是人生 11. 顺利幸福的根本 11. 而正人心 11. 风俗的实际行动 11. 则是要 11. 行善去恶 11. 明善成身 11. 恒久立行 11. 只有这样 11. 恒久立行了 11. 那浩然正气 11. 才能逐渐不断生出 11. 好气充实于全身 11. 则必然 11. 血不可犯 11. 所有的邪气 11. 自动逐渐被你化掉 11. 或者被直接赶走 11. 这样人体自动 11. 更健康 11. 而且以正气 11. 感染正气 11. 天地之正气 11. 必然来帮你 11. 你的一切自动 11. 更顺利幸福 11. 顺天者昌 11. 逆天者亡 11. 所谓 11. 顺天就是 11. 顺天理 11. 也就是 11. 按天理良心 11. 做事 11. 逆天就是 11. 不按天理良心 11. 实际立行 11. 恒久这样 11. 按天理良心立行 11. 一切的效果 11. 自动来 11. 实体余生 11. 功效自动无敌 11. 所以说 11. 和道相通 11. 因为中医学 11. 就是由大道中 11. 延伸出来的 11. 懂得天人性命之学 11. 并且自己扎实的 11. 恒久立行 11. 那中医学的 11. 境界自动水涨船高 11. 永无止境的 11. 最后这个世界 11. 发展到今天 11. 已是纷繁复杂 11. 绝对不是你 11. 几十年的肉眼 11. 能看透的 11. 请不要偏激 11. 好好按本吧的 12. 竹指去立行 11. 逐渐的你 12. 功夫越来越深 12. 智慧自动开 12. 好多想不通的问题 12. 自动就通达的 12. 请落实到实际行动 12. 实体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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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身体余生 12. 身体余生 12. 可根ten侈 12. 身体余生 10. 身体余生 13. 身体余生 17. 你看